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你的考研目标专业包含影视创作的相关科目 比如像上世大的960影视创作 比如像重庆大学933影视艺术创作 那就可以直接无缝对接 您将会听到全网对你来说帮助最大的影视创作课程 如果您的目标院校不考影视创作的话 那你无妨 我相信只要您热爱电影热爱创作 好奇那些好莱坞电影都是怎么制作出来的话 一定也会对这门课程感兴趣的 我和您打鼓 今天让我们进入剧本黑科技S7暴力重构创作法的第三课 巧用布雷蒙序列 这一课对于我们整套课程来说处于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 起到的是乘上起下的作用 所以如果前面两节课没有充分理解的话 一定要进行复习 否则接下来的课程会遇到很大的麻烦 OK 准备就绪之后 我们开始今天的课程 可能大家听到布雷蒙序列这个词 有一些好奇 什么是布雷蒙 序列又是什么呢 不好意思 我不会给大家解释这些百度就能够获取的知识 我只会传授给大家最最实用 最为直接 一定能够让你掌握直接让你上手的一个技能 因此在今天上课之前 我要把大家能够通过这节课 一定能够掌握的技能告诉大家 那就是至少你能够通过布雷蒙序列 画出市面上百分之百的电影的场景结构图 每一个故事怎样变化发展的 我们全部都能够拆解出来 注意这里我说的是百分之百 我没有大放厥词 也没有虚张夸大 如果这节课之后 你要是做不到这一点的话 那我甘愿接受你们的任何惩罚 好了事不离迟就让我们开始今天的课程 首先呢 我要提出这节课的第一个概念 就是事件展开原则 那就是什么呢 故事中的任何事件的发展 只存在两种变化 要么变好 要么变坏 大家想想是不是这样 举个例子 假设你现在要立志考研 那么你的结果是不是只有考上 都考不上两种 没有中间地带吧 或者假设你现在追女生 那么你的结果是不是也只有两种 追上或者没追上吧 如果你非要杠 说那不是最后还可以做朋友吗 这也是一个结果啊 朋友们 我们这位女生都是要讲究原则的 那既然目的是想要和她在一起 那即使最后是做朋友 也算是最大的一个失败吧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默认这个原则是成立的了 那么接下来我就要引入布雷蒙序列了 所谓布雷蒙序列 就是用一句话来概括 就是事物变好或变坏过程中的 不同环节的逻辑分布 很绕吧 但我觉得我在设计这句话的时候 但我觉得我在设计这句话的时候 一个字都是不能删的 举个例子大家就知道了 还是刚刚那两个例子吧 首先呢是考研 假设小王同学历史想考研 而他的终极目标就是考上 于是呢 我们分别为这个故事的开头和结尾 构思两个具体的场景 也就是说 最开始的时候 因为什么事情 他决定开始考研 又是因为什么事情 他得知自己考上了呢 镜头前的你 也可以发散思维 认真思考一下 结合自己考学的经历 构思一下这一头一尾的两段剧情 比如我当时考研 是因为被某个考研机构忽悠了 报名了他们的课程 才想着考研的 那么我的第一个场景 就是报名辅导班 没有问题吧 这是一切的开头 那么下一个 我们要考虑最后一个场景 假设小王考上了 我们通过怎样的一个事件 表达他考上了这件事情呢 收到录取通知书 可能就是一个很好的安排吧 于是呢 我们得到了两个场景 第一个场景呢 是小王同学报名辅导班 另一个呢 是小王同学收到录取通知书 我们分别放在了一头一尾 那么接下来 我们再举个例子 同样 假设小王同学想要追一个心爱的女生 她只存在两种可能 追上或者没追上 对不对 那我们效仿前面的例子 给小王同学设计两个场景 一开始为什么追 最后又是怎么追上的 我这里记得 我第一次追女生的时候呢 是在大学里面 当时呢 大学生都会玩一个叫做 人人网的社交平台 而我在这个平台上 认识了一个外语系的女生 然后呢 就对她一见钟情了 所以呢 以我为例的话 我觉得 我一开始追求的这个场景 就应该是 通过人人网 对她一见钟情 于是呢 我把相识人人网 放在这个位置 是很合理的吧 OK 你们现在可能都想知道 我最后有没有追上那个女生吧 很遗憾 失败了 不过呢 我其实脑海中 无数次的试想过 最后成功表白的场景是什么 所以呢 为了弥补一下我的过去 就让我在最后的成功表白中 来到最后的happy ending吧 因此呢 我就把表白成功这个场景 放在这个位置 同样也很合理吧 好 现在大家发现 我把这几个场景 分别都置于一头一尾 大家觉得 是不是中间有一点空 诶 那其实我们还缺了一个东西 那就是什么 最最重要的 过程 任何事情 不是只要你想做 就能够直接到达结果的 你想考研 不是明天就能够知道 考上考不上 你想追女生 不是明天就能够追上 或失败的 我们需要一个变化的过程 而这个过程 也应该被归纳为一个场景 比如说 我们现在在报名辅导班 和收获录取 和收获录取通知书之间 插一个过程 那就可以是 什么熬夜学习啊 自习时通宵等等 励志故事吧 又比如 我们在一见钟情 和表白成功之间 按插一个过程 那就可以是送礼物啊 约会啊 英雄救美等等 爱情故事吧 对吧 好 现在我请你们思考 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我们回看这一条时间线 无论是考研 还是追女生 他们在整个过程当中 是变好的 还是变坏的 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我这里就直接说出来了 就是变好的 对不对 这是没有问题的吧 那其实 布雷蒙序列就规定了 这个变好的过程 其实也是应该分环节的 也是应该有步骤的 也是应该有逻辑的 于是呢 这个步骤和逻辑 就被称之为 是布雷蒙四大基本序列中的 第一条 它叫做改善序列 这个改善序列呢 分别包含了 改善可能 改善过程 改善结果 三个场景 意思就是 从一个变好的可能性 经过一个变好的过程 最后到达一个变好的结果的 一个完整的事件 那你可能想说 你这也太绝对了吧 变好的情况只有一种吗 那显然不是 还有一种 那就是四大基本序列中的第二种 预期改善序列 和之前的改善序列相比 其实呢 只是在最后一个场景下下文章 大家可以注意到 我把刚才的改善结果这个场景 改成了预期改善 什么意思呢 自免意思 就是说 你想要变好 但实际上还没有变好 我们只是处在一个变好的过程当中 比方说 我考研的想法是从三月份开始的 我三月份报了补习班 然后呢 现在是六月份 我正处于一个努力的过程当中 而真正获取录取通之书的时候呢 基本上已经是明年的事情了 那我问你们 当下 现在是六月份是不是 我们是否正处于一个预期改善的过程当中呢 因为它还没有发生 我正处于一个变好的过程当中 而同理 我和一个女生相识在社交网站上 一见钟情 但现在我还正处于一个追求她的过程当中 甚至上演的英雄就没的桥段 但其实 我到现在还没有表白 你能说我已经获得了改善的结果吗 不行吧 只能说我处在一个改善的过程当中 于是呢 刚才那两个改善的结果 我分别用虚线加框 表示这两个结果是我想要的 但还没有实现的 这样的事件展开呢 就是所谓的预期改善序列 那事情的经过只有变好的一种可能吗 当然不是 和变好相对的 那就是变坏 一件事情往往也会朝着糟糕的方向进展 于是呢 我们就来到四大基本序列中的第三种 叫做恶化序列 同样呢 恶化序列也分为三个环节 恶化可能 恶化过程 和造成恶化 为了理解这三个环节 我们同样举出刚才的两个例子 第一个呢 还是考研这个例子 我们首先假设 小王同学已经考上了 收到了录取通知书了 但是没想到 家里突然遭到了变故 他妈妈生了病 要用一大笔钱 为了筹钱 家里淡尽阳空 小王同学想要读书的学费 也自然就没有了 于是呢 他只能回家种田 替家里分担工作 讨厌的梦想就破碎了 这一段经历 无一是变坏的吧 家里遇难 就是变坏的一个趋势 一个可能性 而筹不齐学费 就是变坏的一个经过 最后回家工作 就是一个变坏的结果 我们再看追女生这个 我们同样 假设小王已经追到了 心爱的女生了 但是因为一次吵架 两个人好几天 都没有理睬对方 那么在这个期间 有一个第三者插足 对这个女生很好 于是呢 这个女生就变心了 和小王分手 那么这一段经历 恶化可能就是吵架 恶化过程就是第三者插足 而恶化结果就是小王被甩了 而整个恶化的这段经历 就是我们所谓的恶化序列了 OK接下来 随后下一个序列 想必大家都应该已经猜得出来吧 那就是预期恶化序列 基本上不用我说了吧 你们都能够理解 表现的就是一个 处于恶化过程当中 但实际上还没有造成 恶化结果的一种序列 于是乎 我们就把01改善序列 02预期改善序列 03 03恶化序列 和04预期恶化序列 并置在一起 得到了这一张图 这就是所谓的 布雷摩斯大基本序列的 基本结构了 任何一个故事中的 每一个事件都逃不过 这四个基本序列的排列 要么是变好 要么是变坏 要么是处于一个变好的过程当中 要么是处于一个变坏的过程当中 而且这些事件 都是通过三个环节来实现的 一部电影 一部电视剧 无非就是通过一个事件 和一个事件堆叠 从而形成叙事的 故事越长 事件越多 故事越短 事件越少 这就是为什么那些轻工具 比如 《甄嬛传》 《如意传》之类的 动不动就能够拍几百集的原因 其实呢 只是把这四个基本序列 不断地进行排列组合而已 这其实就是编剧们的秘密 也是他们的基本功 每一个合格的编剧 都有驾驭长篇和短篇的能力 而你们今天学完了布雷蒙序列了 也同样拥有这样一个能力 甚至能够秒杀一大片市场上 那些不合格的编剧 那么问题来了 这四个基本序列 到底应该怎么组合 那一个个的事件 又是如何搭配在一起的 这个问题呢 我预备放在下一节课讲 大家可以自己尝试一下 这些序列组合的方式 把这四个基本序列 变来倒去一般 享受一下把故事变短和变长的乐趣 可以提前剧透给大家的事 一共有八种组合的可能性 好 那么接下来 我们还是先把四大基本序列 巩固一下 大家看PPT 这是之前我们总结过的 萧生克的旧熟的三目式结构图 有关这个三目式结构图上的 四个价值逻辑关系 每一幕的剧本大纲 这些内容都是前面 你们应该已经学会的 我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你们每一个人 都应该拥有这种能力 而现在我为了展示一下 我们新知识的用武之地 首先我问你们 第一个价值 冤枉到第二个价值 束缚 这一个过程 是否是一个变坏的过程呢 如果是的话 那第二个问题 这个变坏的过程 是否造成了一个恶化的结果呢 如果有 我们就套用 布莲蒙斯大基本序列的第三个 恶化序列就可以了 如果没有 就套用第四个 预期恶化序列 很明显 我们根据第一幕的剧情 可以发现 这一段剧情是一个变坏的过程 而且这个变坏 造成了一个恶化的结果 而这个结果就是被束缚 所以呢 我在这里 添加一个恶化序列 是没有问题的吧 好 现在展示我们 学有所成的时候来了 从今以后 我们就明确了 故事的第一幕 就是一个恶化序列而已 并且它只包含 三个场景的推进 就可以实现了 恶化可能 恶化过程和恶化结果 不信吗 我们根据这一段剧情 思考一下 这段剧情是否可以切分 然后对应到这三个场景里呢 首先我们先看恶化可能 恶化可能这个场景 应该是安迪在监狱中 遇到了那对姐妹花 这给她的监狱生活 蒙上了一层阴影 然后呢 恶化的过程 就是在监狱中 被姐妹花侮辱 精神和意志 被折磨的片段 而这件事 造成了一个恶化结果 就是影片中所说的 在接下来的两年内 安迪不断忍受着这样的折磨 彻底被这座监狱所束缚 即从被姐妹花盯上 到被摧残 最后忍辱负重 从而达到了束缚这一价值 接下来我们再看第三幕 第三幕呢 是从自由到希望 无疑是影片一个升华的过程 也是全篇价值观的高度体现 我们应该认为 这是一个进一步变好的过程 那么既然如此 我们就应该把第三幕的剧情 用一个改善序列替代 同样呢 也切分出三个环节 改善可能 改善过程和获得改善 其中改善可能 就是黑人瑞德离开了监狱 陆入无味的 他虽然身体自由 但心灵仍然被束缚着 想要重新犯罪回到监狱 那么就在这个时候 他想起了与安迪的约定 试图先去找一下安迪 而改善过程 就发生在他寻找安迪的过程当中 他发现安迪给他留了一封信 而信上的内容 足以让他重拾希望 脱离束缚 获得自由 最终明白希望是自由之一的瑞德 终于在海边与安迪相见 两人相视一笑 也代表了他们抵达了 最后的价值 希望 因此呢 从瑞德出狱 到获得信件 再到海边拥抱 这就是这个改善序列的 完整场景图了 那么问题来了 中间呢 从束缚到自由 这一大段第二幕的剧情 我还空在这里 是不是无法用布雷蒙序列去处理呢 绝对不可能 我们的布雷蒙序列强大的地方 就是所有的电影都能够完美的贴合 而我们现在只学习了四大基本序列 接下来还要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把这些序列进行排列组合 形成不同的搭配 而根据这些搭配呢 无论故事第二幕如何的进展 我们都能够完美驾驭 填入其中 所以呢 我们把悬念留在之后 我们下期见